21号新增了23例本土创下陶剂案爆发以来的新高 而且不只在桃园包含台北还有高雄也都有新增个案 全台县市多点爆发再增吸体服务生的老师和一位顾客 另外还有两位客人是移工 进而延伸到经贸特区职场有四位员工确诊 而陶剂清洁员解割多一例 另外台北加三案18116在校园接触者 以及和吸体确诊者在大同诊所看诊的病患也遭传染 还有一位是照顾境外移入的接触者 而高雄加时都从在高雄港工作的案18156延伸 至于新竹先前也有一家四口染疫 等于现在本土疫情收到四个县市 新增的23例中有15人符合突破性感染 还有四人已接种第三剂加强针依旧染疫 新竹的案例我们本来也担忧 那现在看起来事实上是从吸体这样整体的一个延伸 原先四个不明感染源有两个靠定序厘清 感染Omicron的亚东医院护理师和8B病房患者定序相同 至少排除在社区感染 而新竹一家四口感染源也大逆转 案18060爸爸确定感染Omicron和吸体 跟陶肌定序相同 进一步疫調跟他在鹅肉店用餐的友人 和联邦银行行员跟友人都在IKEA足迹重叠 所以案18060染疫研判是在鹅肉店跟友人吃饭感染的 但还有两条追不出来包含高雄港相关确诊 以及桃园太阳板工厂工作的母女 这一波感染主要都是Omicron 但可别以为只有轻症就轻呼 报告到两例的这样的一个有中重度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个案 Omicron境外已比Delta还多 累计364例境外甚至突破性感染占了92% 国内有两例中重度病患 一名本国男子打过一剂AZ两剂BNT 还有一名孕妇打了两剂AZ都染疫 两人肺部照X光两侧都有轻微肺炎 治疗约两周后康复解隔离出院 突破性感染比例高Omicron难预防 紧接而来春节 陈时中也不忘叮咛 要回家看家里的人 我都觉得是可以做 但是口罩一定要戴好 毕竟Omicron已存在社区中 这波疫情得靠全民共同防守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